我觉得当你说的很多,可是我还没听懂 不过我知道的,讲的民调 就是原来广市博外院有三块地 一块要商业用,一块公园 一块是市政府保留着这个社会建议方面的 现在那两块公园地跟这个商业地 现在已经不谈 就是市政府保留的这个商品这一块 市政府听说有三十亿左右的预算 这个预算自己公家的地自己来干 现在我大概了解的,要干什么东西呢 不要了,我讲的话大家听得到吗 不要,因为你讲的话还没有我清楚 那块地啊,是在大能力 但是我们附近的人受影响 什么影响呢? 第一个大家问,你这个建筑了以后 我家的附近建筑的会不会提高 将来我要渡根计划的话 是不是影响一个问题 第二个,你这个房子系好 要盖了以后,我去我在这边停的车子 都没有地方停了 你坐在停车外,要不要给我用 能不能提供我使用 这些话呢,我现在你讲的 市政府要做哪些住宅 据我所了解的 第一个,要盖一个廉价的村主宅 给一些年轻人在这里住 现在因为房价太高了 第二个,要盖一个公务机关 不知道哪一个单位 没有办公室,要盖着附近 第三个,你还要盖一些付出的设施 什么这个,呃,俱乐部的这个行设的啊 这个健身中心的啊,是不是啊 你还做一个大的地下停车场 在这个地方,对我们影响不大 为什么呢 大树很少 没有,就是那个拼命住这的机动嘛 六树,树很少 不会影响环境的这个清洁 啊,我意思 再要呢 那个地方都是公价地 一个居民都没有 没有人抗议 市政府自己的地,自己来干 水管 只不过是你做的 我这个究竟是 做个什么地方呢 实际上啊,各位 市长一定有定案的 不管现在的市长 将来的市长 市政府的官员要扑案的 不过要说明给大家知道一下的 所以我今天建议啊 请你注意到我们脑袭 需要的这些事情 我们不关心你们 盖几层楼 你见面的四百六百 市政府的地 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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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 不会发起的 第一个 就是这个道路 你跟我们聊宽一点 啊,那我们走到 车子好走 不要到时候把这个旧的路啊 弄掉了 新的路啊 那么小 因为现在在我家店面 车子没地方停 啊,在这个停车的问题 我家没有停 各位有车子的人可能很烦恼啊 啊,第三个 就是盖的这些 什么居民 什么平民住者 居民住者啊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住这里 数者分子啊 不要弄些乱七八糟的人来 我们这边都是很 单纯的 这个住家 住户 是不是啊 做生意的就是店家 不做生意的就是 上班座 啊 不要弄些这个什么 我们游民住用途跟这边来 就好了 其他的我们有什么讲啊 过去的 踢我币 那个是 逼我踢啊 失败了 我在这里 跟我们社会就讲过 不是大于吃不下去的 你要分开来 分断来 一批一批地做 现在你们很聪明 现在 失去了 过去的经营教训 现在呢 分开来做了 实际 我自己出钱 自己出去 我先做给你们看 做好了 这边就带东西来了 现在那边 都是断七八糟的 都是一些平民住城 断七八糟 谁敢在附近来做啊 是不是啊 所以你 讲得清清楚楚 就是 你要盖房子 你要做设施的 让我们知道一下 见能见智 是吧 你有你的主见 每一个人的意见 并不代表全你的意见 这个市场 是这么做的好 大家有目 你做的不对 大家反对 包括我 是什么 特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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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